三月份屬於神月 其實這個月也挺特別的 為什麼呢? 這個月叫神月屬龍 今年的流年叫任神年 也是屬龍 這個月就有兩條龍走在一起 這個月的樓市股票 應該的變化是非常之大的 上落可能會動一下過千點之類 如果有玩投資投機的朋友 這個月要特別小心一點 不要高追 有低就才好買 如果太高就最好忍一下手 這個月的大勢來講 它叫天山頓是一個掛 就是開頭會有個假象是非常之好 但是會有機會在好的時間 突然跌下去的 這個大家要留意一下 因為兩條龍的變化是加劇了 去龍年變化的形態的 另外香港整體這個環境是會怎樣呢? 去甲晨月兩條龍走在一起 地產方面它會受制了 因為這個甲木是黑土 代表樓價或者買賣各方面 可能又沉回去的 應該不是一件好事了 可能二月炒過龍 已經買過多了 在紋身方面這個月呢 因為有兩條龍在這裏 可能會有些水災了 因為龍是屬水庫來的 它走在一起代表水會出現問題了 會有水災呀 或者飲水方面出現病菌 在健康方面這裏大家都要很小心 還有這個月就很不利長者的 長者出現意外的機會是非常之高的 因為這個木是黑著那個長者 還有在這個月裏面 家庭的運動會出現很多慘劇 可以這麼說 因為甲木是代表年輕人 就是兒子打老爸的情況可能會出現 或者兒子斬老爸 所以如果家庭方面最好以和氣身材 各位香港市民